在刘备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 他提拔了一位英勇的将领 不仅完成了对关羽的复仇 也为诸葛亮出了一口气 这位将领的崛起成为了一段传奇 在三国这个充满传奇与故事的年代 虽然有些人物并不像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名声显赫 但他们的存在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王平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神秘色彩 才能初衷的蜀国将领 公元220年 在汉中的战场上 刘备的部队抓获了一名魏国的小校尉王平 其初刘备试图劝向他 但王平却坚决拒绝 然而在刘备即将放弃之际 王平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决定向蜀国投降 他深知 如果继续效忠魏国 他可能会面临被刘备处死的命运 而如果侥幸逃脱 回到魏国 也难以逃脱曹操的猜疑和追杀 因此 他决定选择一条更为稳妥的道路 投降蜀国 加入蜀国后 王平凭借对汉中地理的熟悉 为刘备攻占汉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 原本刘备只是想尽快拿下汉中之地 却没想到王平的贡献如此之大 他不仅熟悉当地的路线和地形 还提供了汉中守军的虚实情况 有了这些内应作战的优势 蜀军顺利地拿下了汉中 刘备对王平的才能和忠诚 深感敬佩 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王平的崛起并非偶然 而是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勇气 在三国这个充满传奇与故事的年代中 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他被直接册封为军中参谋长 这足以证明他在军事策略上的高超才能 即便是以智谋著称的诸葛亮 也对王平在军事部署上的天赋赞不绝口 这个小校尉的来历虽然并不显赫 但他对军事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 却让人印象深刻 刘备对他的才华极为欣赏 立刻任命他为门牙将 这在当时的蜀国军队系统中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即便是后来名扬四海的魏严 最初也只是担任这一职位 王平从一名俘虏小校尉 迅速撅起为门牙大将 这足以看出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和赞赏 诸葛亮最初对王平并未给予太多关注 只是认为他是刘备偏爱的小将 然而北伐之战却让诸葛亮对王平刮目相看 他发现王平不仅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 而且在实战中也能灵活应对 用兵如神 在226年的北伐中原之战中 王平随军出征 与马肃共同负责镇守接听 然而 马肃却不听从王平的劝告 执意上山不防 最终导致了战败 如果不是王平 及时明镜助威 假装援军到来 张和可能会全歼数军 王平不仅挽救了全军 还救下了马肃这个空有理论 而无实战经验的将领 战后 王平深赶马肃 并非合适的将领人选决定向军师诸葛亮进言 同时 他也意识到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华 终于得到了军师的认可 诸葛亮开始意识到 仅仅重视谋士的才华是不够的 军人的实战能力同样重要 王平在这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 让他成为了 蜀国军队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诸葛亮决定重点提拔使用他 诸葛亮在内心深处默默发誓 待此次北伐胜利之后 定要好好栽培王平这位将领 王平 一个为刘备血恨 为关于复仇的英勇战将 公元234年 刘禅之长蜀国大权 王平继续肩负其守卫汉中的重任 这一年 曹爽率领十万卫军进犯汉中 王平临危受命 率领部队英勇抵抗 最终大获全胜 战后 他面朝东方 跪地痛哭 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悲痛 主公 关于的仇 我终于为您报了 原来 刘备在临终前曾遗憾地表示 此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为关于报仇 如今 王平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 为关于在迈城被秦的屈辱 洗清了污点 对于刘备的知语之恩 王平一直铭记在心 然而 五丈元之战的失利 让刘备无力救援关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秦杀 这一直是王平心中的遗憾 如今 他为关于报了仇 也算是为主公出了一口气 想必刘备在天之灵 也会为他的举动感到欣慰 几年后 诸葛亮因病去世 野心勃勃的魏严 趁机想要谋反 篡夺军权 王平对诸葛亮忠心耿耿 得知魏严的野心后 立刻挺身而出 痛斥其背叛之举 魏严平日里见风识舵 一心想要谋取军权 继承诸葛亮的地位 然而 他并非诸葛亮的对手 王平岂能容忍 他玷污军师的一命 当即义愤填膺 是要维护军师的遗愿 魏严还想狡辩 但王平果断发布军令 要治他的军法罪 这下 魏严才不敢轻举妄动 诸葛亮的一命 能够顺理执行 然而 魏严终究难以收敛野心 最终与江维等人反目成仇 在王平的打击下 他被迫投降 但在逃跑途中 他被马带斩杀于荒野之中 魏严的横尸荒野 也算是魏军师出了一口气 王平的一生 可谓波澜壮阔 传奇非凡 他从一个魏国的小校尉 投降蜀国后 得到了刘备的赏识和重用 在接亭之战中 他脱颖而出 赢得了诸葛亮的青睐 在为刘备报仇 为诸葛亮出气后 王平的人生 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他从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校尉 成长为令敌国 闻风丧胆的猛将 实现了人生的完美逆袭 王平的一生堪称传奇 这传奇的缔造者 非刘备与诸葛亮莫属 正是他们的慧眼识珠 让王平得已在前半生 追随刘备 后半生 则致力于实践诸葛亮的智慧 王平的一生 因此得以圆满落幕 无憾于世 然而 王平内心深处 始终怀有自责 他时常反思 倘若当初未选择投降蜀国 刘备或许不会对他为以重任 诸葛亮亦不会发现他的才华 正是这两位伟大人物的提携与扶持 王平才能站在今天的高峰 享有崇高的地位与荣耀 刘备临终前的嘱托 诸葛亮北伐时的知语之恩 对于王平而言 是此生难以报答的厚爱 若今 他终于为两位主公复仇血恨 这既是他尽忠之首的体现 也是他对知语之恩的回报 综上所述 王平的传奇人生和坚定忠诚 无疑值得被载入史册 传颂千古 这位英勇善战 知恩图报的猛将 令人肃然起敬 令人动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多谢观看